他相信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中华乐语故事 中华乐语故事 古宠 自祖荣 东来谋平人 东汉环帝建和年间 任会计太少 其为人清廉不贪 爱民如此 您这鹅养了有一年了吧 就快一年了 就剩两只了 就剩这两只了 还有就好啊 这两只恐怕也不保了 怎么 那些个恶力还要来抢啊 你没听说新的太守就要上任了吗 老百姓又没有安生日子了 老长 现任的太守还未到任 您不能妄下论断 不得无礼 年轻人 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出道跪地 以后就知道了 老人家 这两只鹅您好好养着 新任的太守不会让您失去它的 什么 你怎么知道啊 它就是新任的太守 新任太守 在下刘崇就是新任的会计太守 刘崇在任会计太守期间 重视民善 鼓励耕之 体察民情 并且用疏导的方法 救治了长年以来 威胁这里的水患问题 后汉书上说 刘崇治理会计 晚上街道 听不见狗肺了 黎明百姓再也不用担心 在大街上碰到横行的恶力 会计郡中实现大致 因为刘崇的清明连结 朝廷征召他回京出任大臣 乡亲们得知后 前来为刘崇送行 刘大人 我们来送送你 老人家 刘崇在此谢过了 我们是山谷小民 前任郡守屡屡扰民 夜晚也不放过 常常是狗整夜叫个不停 民不得安 可自从您上任以来 夜晚狗都不叫了 官吏也不抓捕老百姓了 现在我们听说您要离任了 故丰丰这点钱略表我们的心意 我的政绩远远不及几位老者输得那样好 倒是辛苦付了 不过这些钱币还请各位老人家收起来 我不能收 请多多包海 为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意 我们知道刘大人您清连刚指 但请您不要把这些看作是钱币 您就把它看成是我们对您的敬意吧 我们这些山野村夫 不知道怎么表达对您的敬意 只能这样 请刘大人提 老人家 刘宠今日就破例了 老人家 你们的心意刘宠收下了 可是这钱 大人 你一定要收下 就让它留在这里吧 大人 您这是 大人 您这是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如果我刘宠把钱财看得太重 岂不就做了钱财的奴隶呢 那我如何还能为百姓做事 为人民解忧呢 所以让那钱币留在这里 当作是给刘宠提醒 天地为正 我刘宠从今以后 定要尽忠职守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刘宠再次别过 乡亲们请回吧 得 Maintenant 刘宠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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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王道 必须留下刘大人 摇姆 华 Wouldng 老人家 你有什么事吗 你分手 打人就任意来帮我们疏通河点 又为我们� הת受了鱼霍 使我们能够安居乐业 我是受渔民之托为大人送行 老人家快快请起 我任职三年 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您这么大年纪 如今还赶来送行 这叫我如何担当的起 大人这次离我们而去 再也吃不到这江中的鱼了 我受渔民之托 特意奉献五条鲤鱼 大人请笑纳 谢谢大家的一片心意 可这五条鱼我断断不能收了 请老人家快快带回去吧 我们敬重刘大人为官轻正 断不想以鱼影响大人的英明 但这次送鱼 是大人离任之时 我们别无他意 大人倘若拒绝 这不伤了我们的一片情意吗 老人家言重了 那我就收下这鱼 也收下了大家对我的一片情意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们 再见 大人再见 再见 再见了 有时间过来看我们 保重啊大人 保重啊大人 老人家是断然不会收下这些钱的 我又不能白白收下这五条鱼 该怎么办呢 大人 您这是 老人家不收这鱼钱 可我也不想留下它 所以我想把它投入江中 大人 这钱投入江中不是沉入江底 便是随江水流淌而去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该如何处理这些钱呢 大人 你看 前面不远处有一家馒头铺 咱们不如用这三十文钱去满馒头 来喂江中之鱼 就当是帮渔民喂鱼了 这不是更圆满了吗 好主意 你快去办吧 好主意 quick 快 好主意 这个 注 垂 闻 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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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些鱼儿还是喜欢馒头多一点 一起喂吧 大人您这是 这是爱惜物名 上边有好生之德 万物都有生命 我们应该珍惜 那鱼儿也就应该放在江中 让他们自由自在 游腾于江河湖海 为纪念这位秦政清廉 为民造福的太守 人们遂称此地为乾清 称这段江为乾清江 连结秦政的流宠 以生为官 家无户籍 他真正做到 乾物两清 以前太守的美名 也因此名垂清 禁朝曹书 字延远 从小就以孝行著称 谦虚浩雄 堪称德才兼备 尤其是在他担任 民资县令期间 对囚犯的人词悲悲之心 更令人敬佩不已 大人 刚给牙医们发个过年的响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快过年了 咱们也去牢冯中 看看那些囚犯 大人 你这 快走吧 曹大人 师爷 辛苦你们了 曹大人 您来了 曹大人 您来了 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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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除夕 我来看看大家 快过年了 谢谢曹大人 来看我们 谢谢大人 谢谢 今晚除夕 厨房给大家做了饺子 一会儿大家一起吃饺子 过除夕 谢谢曹大人 谢谢了 谢谢曹大人 这大过年的 你应该在家里和妻儿团聚 你去来看我们 又给我们做了出夕的饺子 你真是个好官 好官 新春佳节 本应该和亲人团聚 无奈各位身负重罪 曹某也是父母所生 也有家小 曹大人 我们都是罪人 不能回家同父母亲儿团聚 那是我们应得的惩罚 您不必为我们担心 难道你们就不想家吗 难道你们就不想家中的亲人吗 你们只是生在牢狱之中 而你们的父母亲人 他们在外面忍受世人的不解 甚至饥饭 他们的心每时每刻都在牢狱之中啊 我想我娘 我想 我想我娘 想家人啊 我也想我娘了 我那可怜的儿子 也对不起你啊 我想我爹了 我那苦命的妻子 从清门就跟我说苦 如今又 我真不是人了 大人 我们还是重去吧 各位 今日是除夕 明日是大年初一 如果曹某人今天放大家回去团聚 大家可否给我一个承诺 明日皇军之前 你们能否按时回到这里 大人使不得呀 使不得 这是丢关掉脑袋的事啊 就这么定了 放心吧 谢谢曹大人 我们一定遵守您的意思暗时回来 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 也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各位安静 谢谢曹大人 曹大人 您为了我们甘愿冒丢关掉脑袋的风险 小的死而无憾了 你既能够如此人厚 我李斯南人头担保 我们一定按时回来 大丈夫一言九鼎 各位兄弟 你们说对吗 对 大丈夫一言九鼎 我们对天发誓 一定按时回来 好 他可是个死乔吧 大人 我们随是罪人 却也知道信一二字 只是因为一时迷失了本性 犯下了不赦之罪 今天 您对我们这些囚犯的处境 能够感同身受 您以这样的父母之心 您对我们 我们怎么能够忍心欺骗您呢 说得对曹大人 您就放心吧 把牢门打开 大人 你看这这这这 快点打开 这不能放啊 这个这个猪 还有这个李斯 还有他们都是 都是死刑犯 不能放啊 为何 别的还好说 但这些死刑犯 已经什么都可以失去了 他就是跑了 欺骗了您 你们有什么办法不是 放心吧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按时回来 谢谢曹大人 快起来吧 回去吧 这要出了事 是要掉脑袋的 还是要掉脑袋的 是要掉脑袋的 你会掉脑袋的 吃饭的 我还要掉脑袋的 是要是你帮你吃饭的 是要脑袋的 你这就不担心了 是要脑袋的 人也必会以诚信待我 他们会回来的 可大人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都是重刑犯 人之初性本善 小人与君子仅是一念之差 其本性都是善的 我们要有平等心 尤其对这些囚犯 更要一视同仁的教育感化他们 我相信无论是谁 只要以仁义相待 他们都不会辜负我们的诚意的 好了 师爷 我们吃饭吧 若真有任何差池 我一人承担 周五 自从入狱之后 留下孤苦怜恨的母亲 每日以泪洗面 悲戚过度 因而双目失眠 娘 太儿 是你妈 是我呀 娘 我儿子不想让你受苦了 你 你的眼睛怎么了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逃回来的吗 不是的 娘 是曹大人放我们回来的 你不要再犯错误了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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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有人跟着你吗 没有 快 进屋说去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是曹大人放我们出来的 哦 你还愣着干嘛 时间有限 赶紧准备饭菜 咱们哥俩边吃边聊 好 来 哥哥 哥 这些日子肯定没有吃好 你多吃点 银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干嘛 哥 你得连夜走 走 对 赶紧走 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 哥 荒唐 哥 你 你糊涂了 是你糊涂 爹爹 我 你现在不走 天亮了就不好走了 哥 哥 我为什么要走 哥 你没事吧 你犯的可是死罪啊 你这要是回去了 我 爹爹 诚信乃是利人之本 曹大人信任我们 才帮我们放分 你要是借机逃跑 我还能对得起他吗 爹爹 哥哥一时鬼迷心肖犯了罪 理应服务法 这是极义 曹大人他以信仪待我 我自当以信仪待他 我要是一走了之 那曹大人将陷于死地 这样不仁不义之事 如果我做了 我还能面对自己的良心吗 你还能认我这个哥哥吗 啊 哥哥 我 好了 不用说了 明天陪哥哥一起去歇阳 好 大人 你还要不太熟啊 师爷 何时 大人 求饭 怎么了 全都回来了 人之初性本善 我相信他们都是一时贪念 迷惑冲动 才犯下这些罪过 世上没有人愿意自甘夺落 自暴自弃 相信他们犯下过世之后 都很后悔 很痛苦 只要我们可以耐心爱心 启发教导 你能够感化他们 改过向善 重新做人 大人 我 别说了 咱们出去看看吧 老师 他 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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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太了 请先曹大人 感恩曹大人 曹大人 我们一定要百过向善的 曹大人 曹叔甘冒生命之危 付出了真诚 威靡仍爱之心 感化了所有囚犯 他这样的德行 得到了万世人们的贪腐 定称他为圣君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月 恭请赞江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恶行乘一百万倍 佛教慈悲之夜 年度共生 护生总会相 12月28日星期四 信逢阿弥陀佛圣诞前夕 举办精进佛医 早上九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12月29日星期五 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新义法师 柜台法师 广乎法师 共同煮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二十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灾法医共同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贡秋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大碑观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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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在那些人玩家装置,他們談得通過。 在說話,工作得通過三南雜貼啦,當人貸了他們的家庭。 那是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家庭。 他們說中國的家庭,他們家庭和家庭, 和一見其實很不一樣。 Mary Shee-Sara Tu-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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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 enemigo 少 ingenuaしく創始abs 在研究 koban 我們成功執政 再度什麼%%%%%؟ 刚才那个时候 There is one man, man, same man, same man 和王的家人都要不义 王的家人都要不义 不可能会有很多信息 不会得到各种信息 不认为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信息 那么我能看到了一个人 也没有人在书边 就当留着用的信息 在这些人都不发挽的信息 不可能是在转犯 最早看到我們三年會的那個裡 我們兩年他們也在演習中 我們在演習中 我們在演習中 他在演習中 我們所講的歌曲 他在演習中 他們在演習中 另外,我的 Gleichgewand,我需要你的老奴 我就要我的老奴 我需要你的老奴 但是,你需要我的老奴 你需要我的老奴 你需要你的老奴 如果你自己想到我,你需要你的老奴 徒教人的如我所 digo 或论派遣然拿到商 föret书 那一家人在找狗長的書籠 在一家人找狗長的書籠 那一家人,就這麼多的人 我們那些東西都猜拟在一起 我們在以後的書籠 我們在式典上教這個書籠 所以說,村長是一樣的 他現在給他們取不到 花 好臉 拿美妙去 拿美妙去 少說拿美妙去 上曲ات Ellis 他用平方圖 說他第一рыв 我從本來收回 揖海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面佛商净土 成佛杜众生